字幕君 杨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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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村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 那幅度有稍微重一点 那到底这个盘现在怎么去看 我们稍微看一下 待会慢慢来解盘 好不好 今天整个指数呢 跌了差不多 最低跌148嘛 那現在大概是跌130幾點左右 對不對 今天幅度有稍微重一點 可是你仔細看 這盤真的有讓你看到出現大跌嗎 你看啊 台股就算今天跌下來嘛 那最近的盤好像還是在這裡走區間嘛 對不對 你說台北股是離高點 老實講大概也只有300 400點左右 也沒有讓你看到說什麼 明顯大幅度的一個下跌嘛 可是我們看到最近這種盤勢 你會發現到 指數好像還好啊 這邊漲漲跌跌漲跌跌 還是維持在這裡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市場真的是哀鴻騙野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買在高點啊 到現在為止股票全部都套勞 套勞的真的是一堆啊 對不對 好 那至於這個盤勢 說句實話要怎麼去解讀 你上個禮拜有看我節目的時候 你會聽我在跟你講這個 我就說 最近這個盤真的蠻複雜的 有沒有我上禮拜就跟你講 這盤很複雜 但是呢它雖然複雜 可是呢我們還是把重點 跟大家去做說明了 好那到底重點在哪裡 我們來仔細看了 上個禮拜五 我測標寫的是下週就是本週嘛 我說小型股會一堆股票開始會跌頂版 對不對 好同朋友 你是試想 你上個禮拜五看到我這樣子跟你講 你一定嗤之以鼻啦 全場所有老師沒有一個人會跟你講這個啊 我說小型股會開始跌頂版啊 有沒有 大家都沒有講嘛 所以只有我跟你講說 接下來小型股你要注意 它會開始跌頂版 結果你會發現到啊 小型股昨天跌了10幾檔嘛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呢 小型股現在讓你看到 大概也差不多快10檔左右的股票 是出現跌頂版嘛 是不是 好那各位 可是我上禮拜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你會相信嗎 你一定不相信啊 因為全場也沒人敢這樣跟你說嘛 是不是 好那我們來仔細看 那上個禮拜我是怎麼跟你說的 你注意看喔 5月5號嘛 那時候我們不是說收完盤 我再來跟你解這個盤 因為9點半我就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說接下來它會怎麼去走 我說這個地方 它會有全止股去做撐盤 那所謂全止股去做撐盤的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指數呢 你說它要大跌也跌不下去 就在那邊跟你維持區間嘛 就算今天盤跌下來 也是維持區間啊 是不是 好那再來 除了讓你看到全止股會撐盤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喔 上個禮拜我就跟大家講喔 要注意一個現象 上個禮拜我說這個地方融資創今年新高嘛 那融資增加的方向幾乎全部都在小型股 是不是 好我來把小型股寫一堆給你看啦 那這禮拜我就說啦 小型股的投機氣氛非常濃厚 又多追價很明顯 說這裡你要小心阻力出貨 隨時會有賣壓出籠 那我預計就是這個禮拜 小型股開始會有一堆股票跌停板 你有進場追的 你就自己小心 OK 很清楚啦 好那各位 你來仔細看 禮拜五說小型股會一堆跌停板 昨天十幾檔 今天啊 大致上也差不多快十檔 對不對 好那我就跟你說 這還不是我看到的小型股會一堆跌停板 我所看到的東西啊是 最起碼超過二十檔以上的股票 它會跌停板 所以這兩天這種跌停板 我是覺得才剛開始而已啦 這地方才剛開始要出現那個 出貨的那個動作才剛開始出籠而已啦 那你說啊老師真的會這樣子嗎 沒有關係 你慢慢再看 好不好很多東西我們是講在前面嘛 那我說過嘛全市場也沒有老師 像我們這樣子跟你去做分析嘛對不對 當然啊我上個禮拜這樣子跟你講的時候 你一定不相信 好那現在到底相不相信 就看你自己啦 那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連阻力出貨你都看不懂 你不要跟我說你這裡賺錢啊 不要說怎麼漲的你都有啊 到現在為止是套一堆啊 當你發現到說 這個盤好像真的讓你看到 你怎麼搞的一堆股票跌停板 然後又看到什麼 真的好像有那個主力出貨的跡象 我可以跟你說啦 你賣服了啦 真的很多股票你跑不掉了啦 什麼意思我們仔細看嘛 能不能跑得掉 同樣我問你啊 你買在這上面的你跑得掉嗎 現在股價在這裡喔 是一個跳空下來 跑得掉嗎 跑不掉啊 你看這些股票 這樣子一根跌下來之後 我問你你跑得掉嗎 你跑不掉嘛 是不是你看融資都沒減啊 你看這些股票現在一堆啊 這一個跌下來之後你跑得掉嗎 你怎麼跑 你怎麼跑 這一跌下來我問你啊 你這上面的跑得掉嗎 沒辦法跑了嘛 都丟到啊對不對 你看嘛這一跌下來 你這上面跑得掉嗎 跑不掉啊 你再仔細來看 昨天跌下來的股票到現在為止 不用講 你根本連跑的機會都沒有 你看嘛 昨天打到跌領本 今天再往下跌 跑得掉嗎 跑不掉啊 很多喔你看喔 一樣嘛都跑不掉 你看 你去追高的融資創高 結果到現在為止也都跑不掉啊 跑得掉嗎 今天有彈啊 你還是跑不掉 好不好 你看啊 之前啊漲的時候大家都說有嘛 結果打下來到現在為止 全部套在上面了 有沒有 很多股票啊都是這樣子啊 你看 很多股票都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好我不要再點了 一堆啦一堆啦 那我可以跟各位講 這一股票跌下來 我還是建議你 你不要想說我去攤品 千萬不要這麼想 為什麼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過 昨天5月9號嘛 我說主力出貨嘛 小股票半年之內 你會沒有辦法解套 為什麼 各位 這是法規上面的問題 你來仔細看 我還是要提醒你一下 不要說買在高點 有些股票呢 當你買在高點 跌下來之後呢 然後再點 想說我趕快去攤品 趕快去攤品 我跟你講你小心越攤越貧 因為 從法規的規定裡面來看 政銷法第157條裡面 有寫啦 上市櫃包含新櫃啦 公司的董事監察人經理 還有持股超過10%以上的股東 也就是所謂的內部人 你取得公司的股票 或其他的有價證券 在6個月以內 你賣出之後去買 或你買之後再去賣出 聽說沒有 這都是屬於短線交易 這都是屬於短線交易 好不好 如果有利益 你要歸還公司 那我昨天也跟他講 這個金管會不是不查 這則新聞是在2019年1月份的時候 你再來看下面 他這邊顯示 未結案的85個案件裡面 最早的是2004年 也就是說他給你追溯到十幾年以上 所以當這些股票跌下來 大股東已經開始出貨之後 我問你嘛 他會買回去嗎 不可能 他不會去找自己麻煩 都已經高檔貨地賣掉了 他怎麼可能這裡再買回去 所以這個盤勢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連主力出貨你都看不懂 然後每天都跟你講說 掌軍工你有軍工 掌什麼探權你有探權 掌生技你也有 掌AI你也有 掌什麼你都有 然後跌下來的時候就跟你說 你看那個股票跌頂板 你看我們大賺放空大賺 我就說你要被騙到什麼時候 真的你去稍微 腦筋要清醒一點 真的腦筋清醒一點 因為那是關係到你的錢 你想想看嘛 掌什麼你都有 我那時候就跟你講 我跟你講如果要這樣子的話 你一定是要買一堆 如果沒看 讓你看買一堆 就是那個組別一堆 對不對 很多組 搞不好給你弄個六七組以上 然後跟你講說 我每一組我都五檔股票 那買起來三十幾檔 所以很多時候 天上講的你又沒有 私底下又停損 停損之後再來去追 追一追之後 到現在為止 一堆股票你通通都跑不掉 有沒有 所以我就說 誰是在幫你 誰是在害你 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 因為那東西是你選擇的 那很多時候我在解這個盤 我在跟你講未來的盤式 沒有一個老師像我這樣跟你說 所以我還是一句話 如果連主力出貨你都看不懂 你告訴我你在賺什麼東西 你想想看 主力出貨你都看不懂 到昨天跌下來 還一堆老師說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跌下來 你看今天繼續跌 是不是 你認為那種會賺到錢嗎 好我還是提醒你 小股票半年之內 你是沒有辦法解套 要不要繼續貪 你自己去思考啦 OK 那接下來這盤要怎麼去看 因為台北股市到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到 指數就是維持區間 那當然 現在市場上在這一兩天 因為今天晚上8點半 是公佈CPI對不對 那這個CPI的指數 我老實跟你講 我這次我不知道 這CPI會怎麼表現 因為如果說 我們從油價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 因為這次你的油價 跟之前是一樣的 那你CPI到底是 是增溫還是往下降 其實這個東西 它會關係到 整個盤是有蠻大的一個影響 我們這麼想 如果今天晚上的CPI指數 還在繼續降 那就OK 那盤沒有什麼問題 國際股市也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通膨 再繼續往下降的話 代表說聯準會主席上一次 就是說前幾天他說 我們會暫停升息 那這就確定了 而且這個暫停 搞不好還會繼續暫停很久很久 搞不好今年就不升息 對不對 所以這影響到什麼東西 影響到美元 它會不會加速的跌勢 那如果說美元還加速的往下跌 那沒有問題 那股市 我說句實話 股市就算不漲 它也應該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維持在一個區間裡面 那除非有什麼樣的利基 讓它出現上漲 那目前是看不到 但是我說最好的走勢 就是跟你盤 對不對 你就繼續先盤 但是如果說 你CPI指數 如果說又在增溫 那市場就來聯想 你說暫停升息 到底能夠暫停多久 還是你六月還要增息 說句實話 我現在在跟你講東西是廢話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CPI怎麼表現 但是我說今天晚上的CPI指數的表現 它很重要 最好的模式它就是盤對不對 那這樣的盤局裡面 我還是要跟你講 小股票還是會繼續底 小股票還是會繼續底 因為這個阻力出貨 已經在動作當中了 你要等到 我說一說 等你看出來 你也來不及了 那這是你在選擇上面的問題 那如果你現在股票是套牢的 那這樣怎麼辦 我剛才有說嘛 你這裡不能貪品 不要亂貪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我這兩天就跟你講過了 根據證交法第157條 你自己去上網去看 那個我也查 如果說大股東都已經在高檔出貨 他有這個必要說 在這地方趕快再買回來 然後是想辦法做一段嗎 沒有那麼笨 都已經賺了 趕快先跑再說 是不是 那如果以半年的時間來看 現在5月嘛 那再這樣6個月 就到年底以後的事情了 真的你會套很久 你不要說看看說 跌生了我趕快再去攤品 那對你沒有什麼幫助 可是如果你現在套牢的話 我只有一句話 先走先贏 真的你先跑先贏 那你能不能聽得進去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是套牢的 那接下來你會想說 那怎麼辦呢 你現在要怎麼反敗為勝 對不對 我們今天測標就是這樣 反敗為勝的機會到底在哪裡 我們來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比較重要 其實這個東西我今天在 我們那個Line Edge 盤中Line Edge裡面的時候 我也是用邏輯去推演 如果你現在是套牢的 我說你先走先贏 因為大股東不會再買回來了 那半年以後的事情 那你現在你說我套牢了 那我現在賠錢了 我現在要反敗為勝 那你要怎麼反敗為勝 好 先讓我們來去思考 你現在看到這個市場上的資金 我記得那時候在4月18號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你要居高思維 對不對 那當然這種居高思維 我也不是說一路跟你去壓 一路每天在那邊跟你壓空 跟你壓個一年 壓個半年 我們也不是這樣講法 對吧 4月26號我說這地方會開始反彈 彈起來之後我就說這裡是 忽多忽空 對不對 那你這邊走震盪 我說就是有點複雜 但是這種震盪盤局裡面 我還跟他講過 多方還有一絲希望 那這多頭還沒有結束 就是剛剛我在跟你講CPI的那個問題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那你去試想 你現在怎麼反敗為勝 你看現在市場的資金開始跑出來了 那當這些市場資金跑出來之後 你去試想 他會去買什麼東西嗎 對 他會怎麼去選股嗎 接下來他會做什麼 特別你來仔細看 比方說 像聯發科 之前在高檔的時候 我就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有些股票 你看 那時候還沒有破景線的時候 我在4月中左右我就說 接下來要跌這個 有沒有 你看這些股票都跌下來了 你看這些股票 他是不是破景線都跌下來了 是不是 好 我就先以聯發科來看 這個資金跑出來之後 你覺得他會去買聯發科嗎 你看 聯發科到現在為止 就在那邊跟你維持區間都亮縮 對不對 你說這地方有出現轉強的訊號嗎 沒有 而且如果說這個地方 他讓你看到上漲 他上面還有一堆套牢籌碼區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他能不能大漲 機率不太大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國聚 你看 之前我說漲上來的時候 一堆老師都跟你說他有國聚 跟你說被動元件很好 好 那時候跌下來我說奇怪怎麼都不見了 然後呢 等到這裡上漲的時候 你看 通通又跑出來了嘛 對不對 這就告訴你什麼 都套牢啊 連環套啊 沒錯嘛 好 我跟你講的東西 你其實你 哪一點不對 你可以反駁我 好 那如果說 你認為說 老師你講的都沒有道理啦 我不認為小股票是什麼主力出貨 好 沒有關係 你就跟我對坐了 好 我是無所謂啦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 錢是你的啦 你找到一堆那個 每天每天掌領牌都是 都是他的老師 跌下來就是跌領牌 也是他賺的老師 好啦 有沒有賺 你自己心裡明白 好吧 我們來看 那你覺得他會去買國聚嗎 可不可以你注意看 跌下來反彈都沒有量嘛 到現在又跌下來 如果盤是稍微又不穩一點的話 搞不好他會破景線喔 到時候又在窗波段低點喔 所以呢 高點買的老師 一直都不講 等到這裡一動 又跟你說他會有 啊又再跌下來呢 又沒有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前面另外 前面先跌的那些電子類股 到目前為止沒有質問 所以他不可能進去買嘛 對不對 好 那你會說他會不會去買小股票 怎麼可能會去買小股票 小股票的人家主力正在出貨啊 公司派正在到貨啊 你叫法人趕快進場去買 嗯 怎麼可能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資金會往哪裡去跑 各位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啦 因為我上禮拜就說這地方後面 小股票那個主力要出貨了 如果你看得懂這個地方要出貨 你會進去追嗎 應該不會嘛 是不是 所以這種股票我們都沒有啦 但是呢在這段過程裡面 我說這個盤很複雜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如果你看得懂盤 你不可能帶會員亂追啊 你也不可能買一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上個禮拜開始 我一直跟他講一個觀念 我說你要有這個保值的概念喔 什麼叫保值概念 所以你不要做股票 然後到時候賠一堆啊 賠一堆你沒有幫助嘛 你看到現在為止你不是 你一點生氣都沒有 股票指數又沒有大跌 市場真的是病泱泱的 真的是死氣沉沉一堆的 那一定都是在那邊亂追高 然後都套在上面啊 可是現在的觀念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做保值嘛 什麼叫保值 像整個市場資金 已經開始慢慢跑出來 從一些什麼高價電子類股跑出來 從主力型的個股 也開始全部都跑出來 但跑出來之後呢 他要去做什麼股票 什麼叫保值的概念 你來仔細想 現在的資金跑出來 他不可能去追高了 你說要去低接 可是我剛剛有說過了嘛 有些股票目前看起來 搞不好還會讓你看到 創破段低點他怎麼去追 是不是 那什麼叫做保值嘛 今天是5月10號 你不要忘記 整個5月下旬到 整個6月底 現在啊 一堆股票要除全息啊 那如果說你現在套在高檔的 我跟你講不用講了 你是被迫除全息啊 那你被迫除全息之後呢 因為你從高檔還剛跌下來嘛 你參加除全息還會再跌啦 不可能填息啦 我知道我這樣講你可能不高興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實話啦 你不喜歡聽沒有關係 你就對坐也無所謂啦 我是真的希望你看我節目能有幫助啦 不要說你新股賺來的錢就會全部不見了 要不然就腰斬又又在腰斬 那有什麼意義 那不要做好了啊 你乾脆每天去買一張樂透 反而錢又少少了 搞不好還要大賺了 是不是 反正機率低啦 那什麼叫保值的概念 我是說嘛 現在法人要去買 一定是要買低檔的股票啊 買進去反正也不會賠啊 甚至於呢 這筆錢還有機會再賺啊 是不是 所以以這個觀念裡面來看 我最近怎麼跟你講 如果跌下來的航運股在這個地方 我說你不會吃虧啊 為什麼不會吃虧 你想想看嘛 長榮在這個位置 他下個月除息嘛 他配70塊啊 你現在的股息值率高達四成以上 然後呢 2609的陽明 你看 我說在這個地方你買的陽明 你不會吃虧啦 因為你的股息值率率高達三成以上嘛 是不是 那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當然這個除息的錢是你的錢嘛 對吧 那這是你的錢啊 反正你錢也不會少啊 那會少只有一個模式 一個方式啦 就是說你買進去之後 他又繼續跌嘛 對不對 比方說啦 你買進去之後他又繼續跌 那當然呢 這地方你還是有點損失啦 好那可是他會不會繼續跌 我們來仔細看嘛 最近我又跟各位講說 一個重點 我又講說 為什麼在這個禮拜目前為止 那些航運類股 他就在那邊跟你 維持在一個區間 我說這禮拜會先稍微走一下擴底 問我說這裡會走一個擴底 因為上海運價指數現在是持平嘛 對不對 他還沒有動啊 那你當然重點就是說 他會不會動的問題啊 是不是 好我們來看啦 當上海運價指數他在持平的狀況之下 我們來看喔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喔 你會發現到喔 這個波羅的海指數 其實他都沒有跌喔 對不對 好你再注意看喔 到昨天為止喔 波羅的海指數 我們從這裡來看 我這兩天跟各位講的時候 在1558嘛 到昨天是1598 他是不是有上來 然後呢BCI指數呢 這個地方啊 他在繼續再創新高 那現在後面的BBI跟BSI 已經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有的指數 已經開始在動了嘛 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 你現在BDI指數呢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衝高 現在要看什麼 還是一樣啦 你要看一下上海運價指數嘛 那這地方只要稍微移動起來 你BDI指數就往上攻嘛 對不對 好所以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今天盤跌下來的時候 你看喔 航運類股是大漲 有沒有 你看嘛 一堆股價開始跌頂版啊 可是航運股為什麼會開始大漲 應該懂我意思了吧 什麼叫做保值 像資金往哪裡跑 所以你現在反敗為勝的機會就是 有低點你趕快買 你買到這個地方的航運類股 我說股息殖利率高 你不會吃虧 你除了可以賺股息之外 你還有機會賺價差 因為BDI指數有機會創新高 所以這段期間裡面我說我們不亂做 為什麼我跟妳講說 妳要做這類型的股票 應該知道了吧 OK 好啦講太久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運打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俄滿皆知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運打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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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衡有限 鵝滿皆知 舒服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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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到現場 最近這幾天 有一些小股票 開始陸陸續續跌頂版 不過我剛好跟大家講過 上禮拜說 下週就本週 會有一堆股票跌頂版 這個地方還不算 因為接下來會讓你看到 什麼二三十檔股票 全部股票跌頂版 然後就慢慢拭目以待 當然我是建議你了 你現在要趕快去找 到底未來的資金 它會往哪裡跑 我跟他講過保值的觀念 所以你會發現到 高配息的航運內股 你看整個航運內股 今天都在漲 那指數跌跟我們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地方低檔你去買 你不會吃虧 而且你後面還有賺 除了賺股息之外 還會再賺價差 好不好 那你不會做的 就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我們有一個50% 服務你到年底 歡迎你認同的 再來電資訊 好不好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明天見